腾仓公司隆重推出配备了微型槽替换系统的882带状溶解机 882带状溶解机配备了三项关键特性 微型槽可以替换,加强了溶解质量 以及通过智能溶解控制技术和智能刀片管理技术 实现智能而又安全的管理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882带状溶解机的微型槽替换系统 只需要安装和拆卸两个螺丝 操作人员就可以替换微型槽 这项功能允许操作人员通过替换微型槽 来对应200微米和250微米两种间隔的带状光纤 并且如果微型槽内有难以清除的残留物 操作人员也可以通过直接替换备用的微型槽 来继续进行溶解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些功能的细节 在旧型号中,因为没有替换的微型槽 必须准备一台200微米间隔微型槽的溶解机 和另一台250微米间隔微型槽的溶解机 来溶解两种类型的光纤 882带状溶解机的微型槽可以替换 根据带状光纤的间隔在200微米和250微米之间切换 另外,组合各种配件能够应对不同类型带状光纤的溶解 在长期使用之后,882带状光纤溶解机的微型槽上面 可能会积累光纤溶化的残留物 有可能导致光纤对准不佳以及放电不稳定 这些累积的溶化了的光纤在微型槽上面较难清洁 并且可能造成光纤的偏移量过大 从而产生较大的溶解损耗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标配一个安装了稳定厚电级的微型槽 因此,即使发生了较大的偏移量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也可以通过更换微型槽来继续进行溶解操作 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智能溶解控制技术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能够根据带状光纤的新数和安装微型槽的间隔 来自动判断最佳的溶解参数 882带状溶解机也能够分析放电过程中的光纤亮度 并实施调整放电功率以确保稳定的加热量来降低溶解损耗 现在,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智能刀片管理技术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能够通过无线通信连接2S03热播出前 以及一到两把CT50切割刀 通过这项功能,2S03热播出前能够自动调节 以适配不同类型带状光纤的播出需求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能够根据不良切割的频率 在合适的时间点自动旋转刀片 由于切割刀片使用之后会发生磨损 不良切割的产生也不可避免 当前刀面磨损的时候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会通过无线通信功能 命令CT50切割刀自动旋转刀片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和2S03热播出前之间的无线通信 882带状光纤溶解机的溶解模式 不但可以满足您对于不同溶解的需求 还可以通过溶解机和2S03热播出前的无线通信 预设不同的温度设定 这使得2S03热播出前 能够自动调节其加热器的温度 以优化播出效果 其他有用的功能 包括882带状溶解机的自动防风盖 其携带箱包括一个可以拆卸的工作台 能够分开变成一个小型的溶解工作区域 工作台有充足的存储空间 以存放和保护工具和配件 如果您已经准备好改善溶解操作的话 请选择腾舱882溶解机 作为您带状光线溶解的解决方案